各位看Replay和看演場的在東港城的現場觀眾大家好 我們的香港Pokemon電玩超級挑戰賽 即是PC Pokemon 3GC Primary Challenge Hong Kong 9月24日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決賽 我們台上的對手就有阿聰 就是剛剛四強盡大家看到的阿聰 還有對手就是Asmond Leung 就是上連續兩年代表了香港參加senior的一位選手 今年也晉升了這個master 如他所願可以上這個實課 我們的決賽在5秒6開始 5 4 3 2 1 開始 Asmond Leung那隊就是一隊Rey Yoga 基本上跟世界冠軍的Wolf Click那隊非常相似 但他換了兩隻 包括Aegis Lash 鬼劍 以及Gothatel的Gorda小姐 那把氣空的責任由這個降系手轉了去Gorda小姐 而另一方面呢 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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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他要拆了拆了拆了 而另一方面呢 對 Big Six 的一個系統 對呀 尤其是 Wolf 應該會想過 在世界賽中遇到差不多的隊伍 或者 Big Six 的隊伍 而進行表演 但 到底 Aspen 兩隻新的 EG Slash 和 Goffertel 怎樣可以幫他 令他更加鞏固他的優勢呢 拭目以待 還有 我覺得 我比較好奇的是 但是他將 Wolf 原本放鋼中的位置 會換到劍鬼 那蕭巴你怎樣看這個改動呢 其實都比較中性一點 因為 Wolf 那隊 我不可以說是比較 因為 因為他鋼鬼劍來講 因為有防守和攻擊都可以有大的優勢 有趕防 是的 好 雙方都握手了 那我們進入超級挑戰賽 19月24日的決賽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東廣城 首先 見到 Aspen 的手法 是劍鬼仔 有趣的 很少見的 的確是 另一方面 選擇就是 Smeagol 和 Cernius 這個也是剛剛講過 很常見的 X-ray 的手法 主要靠速穿圖導犬的支援 用了一個高速的干預 來給 Axton 的空間強化 是的 這個時候 以我所知 Smeagol 因為有一個很快的 黑洞 即使不是一個 磚內道具的關係 是 他腳黑洞 其實都可以一次過影響了 兩隻腳精靈 好了 俗章刀斷 首先來了黑洞 到底會中哪一隻 好像不會中 動畫出了會有機會不中 兩隻都中了 中了 中了 但會不會有Lumberry呢 沒有的 Cernius 使用了 Gioness 將自己的特殊攻擊 特殊攻擊以及速度 乘以2 話實話 劍鬼很多螺旋球 你知不知道 劍鬼 有啊 我記得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做到tricky 但劍鬼本身的速度 相對於其他螺旋球的用家 都是快 維持了去 比較少用的 但去脈攻的種族值非常高 是啊 去到150 的 那 Asmen這一下就 非常之失策了 那 幸好的是 這是一個B.O.G遊戲 他還有機會做一個逆轉 是啊 那當然 他現在可以做的 有兩樣東西 就是 使用 使用劍鬼 去將人攻擊 或者是 使用哥德小姐做一個 欺騙空間 幸好這位哥德小姐 真的是小姐 小姐都睡著了 那到底 其實呢 以前打比賽都很流行 就是用哥德小姐 但是不用答應特性 因為答應特性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但是很多人看到 哥德小姐 就不會主動換走自己精靈 是啊 但是同一時間 哥德小姐 他另一些特性 哎 哥德小姐是 剛才睡著了 是做不到任何事情 我比較出奇的是 劍鬼是搏自己醒 醒啊 哎呀 哎呀 但是搏不中 看來第一回合都很輕鬆 被阿聰摩 其實哥德小姐 如果醒了 都還有機會 可能會做機會 哥德小姐 似乎是想用一個保護 但是失敗了 因為他心神不定 阿Moody的關係 他每一回合的 都會將某一個 的能力 加兩級 而某一個能力 就降一級 那個生意不定 對 小白我想問 為什麼你會覺得 剛剛哥德小姐 是用於保護呢 因為他這個時候 你看到哥德小姐 是快 對 快過 將人移動的 咦 哥德小姐 會不會有其他招 可以快過 對 應該是沒有 以我所知是沒有 唉呀 好可惜 其實我覺得 可能有一招 比較特別一點 以前 開頭的人 針對同奴犬 經常拿那招 但我不肯定 哥德小姐 學不懂 那招就沒有人反動 對呀 那招實際 可以令到自己的 變化技 就無敵 從而將那招 變化技 彈回對手身上 但是那招是不是先制 我真的沒有熟的招 對呀 他那招先制是加三 加三 那他也有可能 如果哥德小姐學到 因為始終 比較少人用 金代哥德小姐 尤其是這一招 也都是 金代前期 針對同奴犬 對呀 始終不肯定 這招 真的很少人會用 但對於速尊同奴犬 我們當然要去擴散 他會做這個 那招 打了這一招 好了 Asmond決定換走子役 鬼劍換入了Cayoga 好了 搞他上來 吃傷害 希望那招 不要對他做太大的傷害 希望就這樣說 好了 Cayoga上場了 哥德小姐 會不會有很多保護 或者用他的招 魔鏡反彈 醒了 真的使用了 魔鏡反彈 但是 魔鏡反彈 只要他反彈自己 那邊 所以呢 但是 Cayoga避開了黑洞 好厲害呀 好神奇 利用了對手的黑洞 將對手兩隻睡了 頭盜犬成功睡了 形勢突然之間 傻 哇 不叫易轉 但是起碼 不會輸了 等了很久 這一下避開 好像真的等了很久 但是其實 如果給我說 我不會輕易換走劍鬼 很棒 是啊 鑑操 吃了刀 有機會中一個黑洞 之後呢 再做一個反擊都會很不錯 因為剛剛好像 哥德小姐去到必醒 那回合 不是 第二回合來的 這個第三回合 剛剛中間才是必醒 是啊 好 圖頭盜犬繼續睡覺 那單純想保住劍鬼 應該 好 Sernis也是繼續睡覺 似乎有機會用 氣騙空間 還有一個 Full Power的 Water Squad 打下去 都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 不得叫的 出 room 開了都 都OK的 但是剛剛燒巴 你有沒有數到 陶道犬 升了幾次會比 沒有 至少升了一次 升了一次 即是兩級 剛剛有現場 剛剛說回一級 即是用一次 縮小 那現在可不可以擊中到 陶道犬的問題 因為陶道犬一睡醒 有問題 但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那阿聰這次會不會帶 Ground On 帶不帶都沒用 因為現在有哥德小姐答應 對啊 自己每次答應我都忘記了 不要緊 你玩我就會記得 因為你要直接按 按完之後 無效不讓你換的就知道 好啦 但是 Asmond選擇 換走哥德小姐 他應該覺得 現在拿夠優勢了 應該 是啊 Serny 好了 Serny醒了 但是用了一個保護 這個保護 這個有關鍵 陶道犬不如不要做 我打招呼 打招呼 打招呼 哎呀 今天變了幫對手 換了Ground On 對呀 對手會不會不用Ground On 剛剛interview的時候 阿聰都說過 如果見到對手 帶炮加速 會不大 很拉多 但是 Ground On 始終是Big Six 這隊的重心的人物 如果不用 其實我都覺得很不智 都得他會貫徹 他剛剛interview 說過的 不戴古拉多 好像真的沒有戴古拉多 是啊 完了 代秀 那代秀 剛才出過來了 還不是 還沒有 這次是第一次出來 剛才還沒出 剛才有淘汰 對呀 代秀 由一招叫Big Out 下馬來的關係 可以令對手 這個回合 不能夠易動 現在可以靠這件事 來拿回 氣空上的問題 但是 如何處理劍軌的問題 始終劍軌 或者是Kaioga的攻擊 都可以令到Sernis很頭痛 都要看阿聰的特性 會不會是 Kaioga只用保護 但是代秀是沒有Mega進化的 因為他想使用Scrapy的一個 下馬威 令到劍鬼是動不了的 都要更加清楚了他的特性 到底劍鬼這一下 會不會醒呢 就很關鍵了 是啊 寫不醒就沒有關係 那不醒 其實 呃 死了 拜拜 拜拜劍鬼 辛苦了 那現在看看Azlen 那到底 剩下 剩下最後一隻 應該是裂空座 裂空座 暫時是在希空之 咦 不對 他決定先用了Gogfate 有沒有Gogfate 好像沒有MG 有 好 剛剛Gog得選者再次換上來 看來應該是想阻止對手 是否會換這個Grounder上來 即使不是換Grounder上來 是 希望有些攻擊打到Sernius 但很難處理Sernius 現在就算是全力的Sport Pass法打球到五個 很難搞,一個獨森的時間 猜測對面心理 代手使用Sucker Punch Asmond好像有一個勝利的姿勢 踏襲成功了 但是Asmond這個時候使用了Hue Pulse 治癒波動,在自己身旁滿血的情況下 你做一下非常漂亮的治癒波動 幫他自己,就是靠一卡補回血 再來一下,我們Task Ball 打一個大Damage Asmond死不死,Asmond不死 但是代手就死了 Asmond還可以繼續動 繼續用妖精閃光 成功放Led 打到Asmond一邊 但很重要的是 這隻Sernius 是剛剛在之後會進來的 Extreme Speed的KO range Asmond還要看一隻 Asmond還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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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ond還有一隻火盡 火盡他懂得先防 先制先防 先制加一的 但是留意一下 烈胸做很多時候都用血筋 直接用滑龍點睛攻擊 會很穩固 其實是的 但是這個時候 Asmond還未完結 最快的精靈 快那邊的精靈 是阿聰那兩隻 是比較快的 所以起烈胸是最慢的兩隻 火盡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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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tAM Rem金 火盡快點 沈樣 satellite 小燈凝曲 土 550 薄 cracks 戰獄 我打一起 koyokato 剛剛上重弦 也以前有帶下半島 對 打到空座 也有點奇怪 好 人家 一招Water Spil 豪 ATA 如無意外 就可以擊倒row Asmond也很精彩,講到第一場了 這隻Gordas小姐會不會成為香港的新Matter呢? 這隻Gordas小姐打得非常好 先後用了Hill Pulse,搭影和摩鏡反彈 為現在在場和大家在看重播 各位觀眾都展露了一個非常強勢針對屠頭犬的影片 我相信應該避不到Extreme Speed吧? 沒有了,下場吧 應該會進入第二場比賽 當然可以Extreme Speed,神速 可以承認Cernius佳儀的速度 暫時Asmond已1比0領先這場三盤兩勝Best of 3的決賽 不用說的 Safe 了 對 不怕死片了,Safe 了 好,大家現在在看Pokemon召喚賽,Sail Cup挑戰賽 9月24日的比賽 現在在看是Final決賽 左邊的劉田聰 對右邊的Asmond 聰用的就是很常見一對Big 6的隊伍 而Asmond用的隊伍就是一對Ryoga 很接近世界冠軍用的隊伍 不過將兩天精靈更換了 將氣空那隻就變成Gorda 這樣會令自己沒有氣空壓力 大家都選得很快 精靈 沒有了Mega壓力其實挺好的 是啊 一分半鐘之下 很快 一分半鐘都不需要 大家10秒20秒就選了精靈 剛剛的魔鏡反彈應該會對於 好大壓力 對Ryoga 對Ryoga和Kaioga 速中途導犬都知道自己不行了 知道自己不行 但這時候那邊還有Cernius和Saramans 希望以一個削血的程度 令到Gorda小姐的魔鏡反彈一陣就無效了 但同一時間都會令到自己 出現一個比較危險的範圍 因為開完氣空之後 其實Kaioga可以在無事之下 可以進行一個很大的傷害 但現在好像沒有什麼 除了氣空之外 沒有方法可以處理到Xern 對Ryoga 看看Asmart的應對 我覺得Asmart後面應該會有一隻鬼劍 是啊 可能這個時候 換鬼劍再加 換鬼劍再加 還有氣空 再加哥德 超級厲害 對 鎖住了對面 對 不讓別人換走 鎖住肉汁 尤其是血液的招式都 沒有火焦的話都很麻煩 處理這個劍鬼 施刀血液的攻擊打擊面 主要來說是非人體 對於角色來說 對於角色來說 相對比較弱一點 是啊 哥德小姐的特性是答應 不讓對手本手 你打兩邊都決定不換精靈 竟然沒有換劍鬼 會不會直接用冷凍光速去 鎖住那隻的血液 都似乎是 但是Double Edge 打下去 Gothrattel 哇 這個血量都幾 沒有Ccess Burry 但這個時候都是用了Giomancy 看來Asmart沒有做一個保護 是正確的選擇 因為可以有一個 Free Damage的機會 雖然我比較喜歡他會換這隻 鬼劍 鬼劍 因為始終Axon要 比較快處理 因為你的角色很快 但Axon 有了 這個時候用Eye Sweep 處理了一隻 布榮員 沙南盟 會不會太急於處理沙南盟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的話 我會選擇留一隻沙南盟 在牆上 各有各的想法 但是這個時候 開Track Room 都對Asmart來說是非常之有利的 沒錯 對 始終 你見不見得開 同時趕轉的精靈 再加上哥德的答應 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 一個局面 還是不見關檔 好了 束磚途道犬 在氣空下出來 好了 這個底 在氣空之下 會被人鎖極的底束途道犬 斷古會不會對著 柯德小姐 再次用黑洞吧 好緊張 究竟Cernius 這個時候 有4ターン的氣面空間之下 Asmart有重大的優勢 卡路加可以選擇 可以不斷地噴這個 噴水攻擊 或者可以用冷光速 將對面Axon結兵 10%機會 結兵 10%機會 哥德小姐已使用了魔法 Magic Code 但是 如果圖圓用逼勾 逼勾 逼勾 這個 有點 魯莽 應該不是 現在可以直接追出 但是 Dasholin Games 會讓Tioga做出一大傷害 但是現在逼勾圓 不然發現了武功 逼勾圓 超級快 逼勾圓 這個時候被迫要換走 對,我迫要換走 如果葛達小姐有保護,拖拖 但究竟Asmond會用哪一隻呢? 好了,使用了Hitmontop 多波浪 竟然會用Hitmontop 比較有趣 會不會用廣泛防衛呢? 始終這個圖童圈 不可以用黑洞 鎖在下馬威 或者可以用羊弓 令對手Sernius 即可破壞 但留意現在Sernius 強化了,特防是雙倍了 但又換走 到底是想什麼呢? 狐狼賣什麼羊 看來他是想推薦Sernius 做一個保護 我覺得他對手Sernius 到底會不會換固拉多 真是固拉多 很漂亮的獨森 這個時候 烈通座特性就是無天氣 那固拉多特性 本來會無效水招 但因為烈通座換水 固拉多的無效水招 就會無效 然後這個時候用水招 去擊倒你的固拉多 但問題還未完結 Water spell Water spell打出來了 到底可不可以打死你的固拉多呢? 不行啊 但這個時候 顯示用Kidden Power 打下去 是不效的 似乎是醒火 沒有啊 因為打得出 打穿的話 就不像是什麼 他現在獨隊使用廣防 是的 廣防的威嚇力太大了 什麼? Low Fairy not effective 所以成功 你有沒有看過我直播 看完我直播 這個印象就是 我當年打 我之前打 8月打16級的時候 剛剛那個情況很近的 就是把Kaiyoga的血量 扣到大概差不多 令到我自己的 Grandon的傷害 就是Water spell的傷害 減到這個位置 打不死 所以剛剛的Ascan 應該用Origin Pulse 或者Score 這個時候才有保護 Grandon Eye Spin 這麼有趣 因為他毒中了 後會保護 哇 會不會降了一點 會不會太薄呢 是會太薄啊 看來大家也會看第三回合的賽事 看來大家也會看第三回合的賽事 這個時候 更快 我希望我會有一個 打死Ascan 夾鬥是他這個 他認識螺旋球 真的嗎 真的嗎 聽著先 來吧 希望他用你的螺旋球擊敗Ascan 好 Origin House 沈下去 就算了吧 我怕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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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怕錯過 我怕錯過 不不不 你Waterstone不願意 但這一回合 直插了 最近Ascan 再加 Origin House 那時候 不是你真的不過來 但 太貪心了 太貪心了 不是這樣用 而且不應該用冰果 應該用水招 水招也減不死 但是水招大傷點是冰果大傷點 當然水招啦 當然水招啦 日本是一點 大家在看就是 9月24號 在東江城舉人的 香港Pokemon超級挑戰賽 決賽 對了 左邊的劉彥聰 就是用Dick6的組合 其實 留意現在 其實那個 賽程都挺有趣 是一個 最基本的隊伍 最原始的隊伍 對這一家世界 最後來的隊伍 就是 有始有終 或者是始對終 始終 對 Bake6為始 然後Movie為終 大家都選得很快 究竟阿聰會不會 選擇 會繼續用他的 Ground Bomb呢 那看來 他 就是他 跟剛剛interview所說的 不用Ground Bomb 其實他應該明白到 在打雨天的時候 帶Ground Bomb的優勢 好了 大家雙方的手法 跟第二場都一樣 跟第二場的選出 都是一樣 究竟阿聰會不會選擇 就是集火下去 隨便一隻 即是 隨便一隻 有免費 甚麼 可... 很優勢 禁定 Brava 有留在席 凍到 超級有adomo �棄 我對Ground esas 有這我的 時候 他可能有一些 到了 我們的 Asmond沒有換走任何精靈 雙方都沒有換精靈 Salamus再次用蛇身撞擊 撞到他那次 有沒有事呢?死不去 沒有問題 這個範圍應該是起 Water Spoke 起一個Giomancy的情況之下 打下去很大的攻擊 為什麼? Bestling Dream很強 Asmond這個時候 這一回合突然取得很大的優勢 因為之後發現 原來它的Caioga 是比對面的Cermius更快 這個在我們Round Crew的時候 沒有留意到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一點 但Asmond就留意到 非常之重要的一點 這個時候有airlock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就算 阿充怎樣switch in 和 out 其實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首先要純速處理了 比較快的Salamus 再加上用一個Water Spoke 強力的Water Spoke 處理對面 忍和的輸出 再加上天氣鎖 阻止去換這個古拉多體 這場決賽 最後一場 第三場 三盤兩勝的最後一場 Asmond有一個好大優勢 完全在剪刀對手 當然有一個顧慮 阿聰卻可能會決定 犧牲事大一隻精靈 會令到自己的途中安全進場 之後再做一個Dark World的Suite 還有Shinnius的調劃 另外有些材料 又慢又不高防 是啊 但居然慢的Asmond 是有什麼奇怪的 我個人調劃的所有Asmond 都一定要犯過原始 這是我自己的基本 好 而Explensive 鴻無疑問把Sara Man擊殺 剛剛所說的 都是犧牲了幾多隻 換入了給圖童犬 一個Free Switch In的空間 那好像形勢又打了一個和 又未必 因為始終 Asmond有機會是 都會換走的機會比較遲 但是Explensive 會不會駁黑洞打中兩隻 然後拿一個機會強化呢 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神速的腰血 其實還在 神速 如果我是衝過鞭 可能我會把Sara Man擊殺 始終我覺得 Asmond這一隊 除了哥德小姐的魔鏡反彈之後 其實他都繼承了Wolfy 沒有辦法 好好地處理圖童犬的問題 是啊 正解 現在圖童犬完全是 做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對於Asmond 整體整隊都是沒有一個完全的解決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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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剩下最後10秒 好緊張 好緊張 屠童犬高速的黑洞 打中了 他不是中了兩隻 他不是中了兩隻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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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烈空座這種回合 他醒來的話 沒有問題 在時候 看看烈空座有沒有他醒來 再贏運 打贏速尊導導犬 我還是用速尊導導犬 我最新的隊友都可以 诶 诶 诶 你好啊 Azman 恭喜你 你赢了今次的Premium Challenge 冠军 你这一队比较有趣 为何你会选择用哥德小姐和鬼剑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 抄触Wolfy那一队来打 除了努力席不同之外 我用来就觉得 好像打草降和低压努卡上 都很难打的 其实看到刚刚Ivan拿到低压努卡赢了 还有多了那么多低压努卡 我就选了用鬼剑 因为鬼剑始终打鬼也好 打的钢又有好处 还有面对过来当 很多位都要猜包子 打50-50 有个哥德在那里 对面会很有压力 就50-50波 会减少这些情况 但是你依然是处理不了 你会问到Wolfy那一队 害怕这个图图犬的问题 你有没有办法 有什么可以改良呢 其实再改良的办法呢 始终 Magic Code 是一个很被动的招式 如果对面不使用的话 其实你是反弹不到他的招式给他的 是 其实 面对速冲图犬 其实 因为如果特意针了他 我觉得 打Best of 3 的时候会很吃低 因为如果特意针了他的话 即是 如果第一局就算针得到 第二局再针过的话 他不开图犬的话 那就浪费了一只放手法的重 所以其实我觉得 针了他会整体的力量会减低了 所以我选择魔犯一搏一搏 然后我最后其实是 一开始不想用魔犯 因为其实一开始用 对面太早知道 我想扔一会 然后最后才用 其实好像挺成功 明白 但是你来说 这次是第一次参加Master 而进入这个Top Cut 你觉得这次和以前比赛的分别是如何呢 以前争赢 其实比较 没那么大压力 就是可能 例如打六场 赢三四场可能就已经赢了 但是 去Master 要赢多的 要赢的场数多了 就是要赢 如果打六场 要赢五场才能Top Cut 而且Top Cut还有东西打 所以其实是很累 还有很有挑战性 但是会对多了很多高手 是一些很好的经验 我觉得 那你接下来 如果你觉得这个赛季来说 你会怎样去准备自己去打 就是不同的高 更加多的高手呢 其实主要都是会 转研一些自己比较用的队 就是适合用的队 因为 我不太懂得蹭Meta 所以 我会用一些自己熟的队 就是就算队到一些不适合的match up 用自己的熟识去尝试 和高手困一下 学一下东西 是包括我是不是 你都不打 好了 我们先恭喜Azman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就 然后再加个台给 是啊 judge那边 好 那多谢大家收看 哎呀 谢谢大家